金兔年封关 台股在今天上涨了38点 有史以来第一次 封关收在18000点之上了 在今天量能3200亿 三大把人为了要迎接 为了要因应接下来9天的廉价 所以今天相对都比较保守 都占回了卖方 尤其外资 外资结许两天的大买 在今天现货卖超 期货的空单在今天 还是维持在5494口 现在还是有避险的需要在 不过提到了外资 我们来检视一下 整个的金兔年外资 买了哪一些 关琴老师我们请您上台来 金兔年外资在现货市场 台北股市买了1857 买最多的叫台积电 然后群创红基 人宝以及半导体风策的龙头 日月光 PCB族群载版的星星 大连大中信金 元大金还有广达 先问这些外资去年的最爱 有一些今年会继续爱 你比较看好谁 台积电一定看好的嘛 台积电 然后呢这个人宝 还有包括什么日月光 还有包括像是这个广达 因为其实我们选这些公司的原因 就是在于说 他跟AI的关系非常的大 而且呢今年成长性会非常的强 来台积电看一下 台积电历史新高叫做688 今年一月份一度冲上了六四八 差四十块钱 台积电今年会用什么样的节奏 有没有机会过历史新高 甚至更高 可能是要慢慢的过 我觉得其实688应该会过 因为毕竟我们之前 从这台积电今年看出的展望来讲的话 是比去年还要成长 而且当然主要原因也是在于 AI部分成长真的很多 所以我们再缩小一点来看 其实688应该已经出现在很久了 对不对 这这这一段的套在688的人 其实今年是有机会解套 因为现在毕竟只差了大概40元左右的一个价差 而且呢其实去年 你要说今年还要持续成长的话 我觉得老实说就是时间的问题啦 可能顶多我想可能半年三个月左右 他可能说不定又不到688 而且甚至到688之后 其实700就进了 台积电经营的操作 你觉得要做波段 还是说其实因为他会逐年的增加他的配息 值不值得长期跟他拗下去长相厮守 其实我觉得是可以啦 只不过说台积电就有一个很大问题在于 因为他股本真的很大 而且呢 你只要看到美国股市 只要一跌的话就有人要提款 对不对 所以你也可以怎么做 就是看台积电去做台积电的供应链 就是我们之前讲过 像红康啊 或像是红硕这一类的公司 其实反倒是更活泼 我想这也是一个选择的方法 好 星星 刚刚讲到了星星 但是星星 在今年一月份一度试图有一些题材 来看一下星星的K 他就在这个区间盘盘盘 今年会怎么走 买星星不如买华通 其实之前在节目跟大家讲过 为什么这么讲呢 因为现在一个状况ABF还是不好 其实应该在上个礼拜 还是这个礼拜新闻吧 ABF最大厂 应该说最龙头的厂 叫Ebidden Ebidden调降才测 对所以你说 你说星星能多好 你看到这边来 他没有突破的迹象 对不对 但你可能说会不会有机会 反弹到208 有啊 因为一定有AI的单子 但是相对之下 我反倒是认为 如果你要去拼AI单子的话 其实我们看那个 我们看华通好了 华通最近是投信买来买去 买了又卖 卖了又买 这上去也是投信买的 然后下来是投信买的 但是我们在上个礼拜 跟大家讲到 华通其实现在的状况是 他的AI伺服器 我们讲过的OAM 那个加速版 跟所谓的一个UBB UBB是所谓的一个副版 他慢慢开始接单了 而且呢 整块的AI伺服器里面 还有一个叫做HDI版 其实华通也在接单 所以你看到 这些跟AI伺服器 应该说其实最有关系的 我们看到2368的镜像店 其实我看镜像店的股价 其实今天股价 今天股价创新高 一个254.5 一个70元附近的话 我认为如果你 你不如把这个新兴的钱 拿来去买这个华通 因为如果哪一天 外资的看法跟我一样的话 华通可能说不定就三位数了 OK好 同样接下来 你刚才觉得看好的日月光 就是跟台积电 比较有关系的 半导体就是上端前端 就是后端的封测 同样也是投信 去年买车的Top10 怎么看日月光 不想这个日月光就是封测嘛 而且他算是比较平稳的 他去年赚了七块八块钱左右 事实上本益比来讲 真的是不高 台积电会上 他一定会上 而且其实他知道 现在最缺的是COAS的产能 当然是在日月光 他应该不叫COAS 可是呢 这个应该说 灰达的一个COAS 里外的一个供应链里面 他必须要找日月光 所以我们看K线图好了 事实上 我觉得日月光是 应该是有机会 你看其实他股价是蛮平稳的 是有机会慢慢往上走 而且最近他好像 记得是法说会 法说会之后有做修正 其实大概在一百 一百二十元的附近的话 我觉得应该还是值得去 应该说还是值得去参考的 OK 好 这需外资在金兔年买超 要比较积极的广大 跟大家讲题材跟操作策略了 另外我要问一下联电 投信去年最爱的是联电 买了四十六万张 但看看联电最近的股价 破了年限 要回测半年限 差点把所有均线 都给跌破 投信在这边买了一缸 现在应该投信还在里面吧 应该没有出 但是我想 联电是防守型的持股 因为毕竟他一定 应该是还是高值利率 只是说成长性是有限的 因为今年来讲的话 你看到其实 尤其是去年下半年开始 车用变不好了 车用用的多半而言都是一个 应该都是成熟制成 而且也不只只有车用 其实其他用成熟制成部分 现在面临的是什么 是要降价 所以你看到其实在五十元附近 我觉得你说他会大涨 我觉得也不太容易 会大跌也不容易 因为他毕竟有办法能够 应该有办法能够 EPS在五到四左右的话 现在这个应该说 现在这个价位 是对得起他的一个EPS 只是说成长性是相当有限 OK 所以你要不要把钱放在这边 有没有效率自己算盘打一打 没有错 最后我来做问一个 外资也买去年买超第二名 陶信也买去年买超也是Top10 面板今年到底有没有机会 我比较没有那么看因为原因在于说 其实外资在买面板都是看净值 因为这个情创净值好像是 我记得没说是25块钱吧 25块钱 所以距禁值有很大一段距离 可是他今年有没有机会转营 其实呢恐怕还是有点困难 就可能就是还是赔的零点几块钱左右 那能够转营不能转营 可能要看这个MicroLED 有没有做上来 那现在市场的想法 其实这一波涨上来 有一个很大原因 是因为大家的市场对于MicroLED的想法 是比较正面的 那如果真的做了上来 开始真的是 这个取代上的一个应用 开始上来的话 他就有机会 但如果没有的话 事实上我们把说小一点来看好了 事实上来到都差不多了啦 我认为是都差不多了 对差不多之后 其实这里呢 我的看法是比较负面一点 而且呢 其实刚刚你看到投信买很多 那个我没有记错的话 是元大高股息买的 ETF的成分 好像是元大高股息 所以好像也没有什么值得参考的指标 OK 好 所以投信在去年买超 很多都是被动性 而不是主动性的学股 所以买超相对的前市民操作策略 也不用给你做参考了 进入接下来的大主题 如果AI龙年能够行大运的话 AI四伏器所蔓延出了的商机有哪些 好的 我想今天主要跟大家谈的是 散热跟捣鬼 事实上散热我们谈了很多次的 其实投资朋友有兴趣的话 2023年5月15日当天的节目 你再拿来看一遍 当时我们跟大家谈其红 谈这个技嘉 谈励志 谈高丽 我其实到现在为止 长了好多倍 我都算不出来了 所以今天除了散热 除了之外 我想还加入一个东西 要跟大家谈 叫倒轨 我们先给他解释 这个其实过去的伺服器 高度大概低于4U 我们现在讲这U是什么字 其实U的全名叫什么 叫做RECK unit 就所谓的一个 应该这个字 这个字 如果你去查就叫机架 叫做机架单位 所以呢 以前可能是EU 2U 3U 对不对 那怎样 都比这个4U还低一点 而且重量是比50公斤还要低 但是现在高阶的AI伺服器 东西都重了 现在要70到100公斤以上 而且采取高U速 也代表说他可能要超过5U 超过6U 甚至有7U 8U以上的 他包括高U速 包括他的一个密度跟重量 是大幅度成长 所以呢 这些零组件的一个数量 跟规格大升级 所以我们刚讲到 他的密度增加的话 是不是散热更不容易 所以散热要做更多 对不对 但是呢 他的一个重量增加的话 什么东西会增加多了 叫做倒轨 对我们来看先来看川湖那张图好了 我们让大家知道什么叫做倒轨 来看一下川湖这张图 这叫倒轨啊 大家做完有没有觉得 这个东西很眼熟 对不对 这东西很眼熟 其实倒轨过去啊 过去最重要的一个市场在哪里 厨具 厨具 家里的厨具 是不是很多抽屉 就是那个倒轨 也拉出来 没有错 但是说真的 厨具弄倒轨 价值不高 但是伺服器倒轨 价值就变得很高 而且这个东西精密性很高 因为我们厨具 可能老实说一个抽屉 或是要放的东西有限 所以我们负重力 只要一点点 但这个是放这个 这个很重 这非常重 而且现在一个机架里面 装了那么多 有的没的 所以现在的这个东西 变得很贵 对我们回到刚刚的一个质卡 回到刚的质卡 所以我们回到这倒轨 来跟他讲 一般1U到4U的伺服器 只要一组倒轨 那现在高优速的AI伺服器呢 因为可能CPU或是GPU 他各需要一组倒轨 所以他说为了要更换CPU比较快 GPU比较快 或是排除故障的一个效率 他倒轨增加到两组 一组就是一边一个 就是两个嘛 对不对 两组就变成就变成四个 然后呢 要提升他的承重跟抗撞能力 所以单价是进一步提升 我们刚刚讲的 如果你做除具倒轨 那个承受能力不用那么高 对 但是你如果做伺服器的 因为现在要拼到70到100的话 哇 我承受能力要变高很多 这个东西 他单价自然就变高了 对不对 所以刚刚跟他讲 这个倒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 等下有机会再跟他讲到 另外是所谓的散热 我们刚刚讲的 其实现在在谈一个东西 现在多半是用气冷嘛 对不对 但是怎么样 如果未来采用水冷板的话 高度呢 反而是怎么样 可以降下来 因为现在要弄到5U以上啊 但是他说如果用水冷板的话 可以降到4U到5U的机会高度 因为他能够用在最小的空间里面 去散这些热 然后呢 灰达去测试啊 如果用相同的算力之下 使用液冷 所需要机会是怎么样 要减少66% 对 然后呢 美超围为什么会大涨 因为美超围的专长 就是部署液冷机架 所以你去看到 其实这一些跟散热有关的 我们之前在这个节目跟他讲过 你现在最红的是齐宏 因为齐宏是应该说灰达的公版 他所采用叫3DVC 这是气冷加 应该说这气 这是气冷的东西 3DVC这东西呢 事实上他公版采用 但是灰达除了公版之外 他给美超围做的 美超围在搞这个所谓的液冷部分 液冷部分是这个双红所提供 所以去看到这些东西 事实上我想今年的成长性 都是非常的大 我插播 这会不会互打 就是说他这边 因为他要用高油 所以他的导轨要增加 但是他用液冷之下 他的机柜又减少 那机柜减少 导轨不是相对的又减少了吗 没有错 但是我要跟同学们讲 重点在这里了 重点是 辉达现在B100跟B200 今年要推出的 应该说今年的B100跟明年B200呢 他目前为止 没有打算采用液冷做公版 所以公版归公版 公版他采用的怎么样 他还是所谓的3DVC 但是怎么样 他的一个应该说 你其他的ODM厂 这个所谓的一个美超围 或者是包括你去找 文影设计的 我可以用液冷 但是毕竟 挥打没有说 我全面使用液冷 挥打只是告诉你 我去测试一下 我发现到机柜 只有66% 所以这两个是互打的 没有错 这两个是互打的 没有错 所以在还没有 一个说在还没有采用液冷之前 导轨需求很强 对不对 那如果采用液冷的话 他可能现在还是一组导轨 那恐怕就需求 会比较弱一点 可是现在的状况 是在于说公版采用的 他叫做3dbc 3dbc所需要的这个机架数是高的 所以我们回到这个 应该回到先回到看到川湖那张 那张这个图好了 我们跟大家讲 其实川湖这家公司 其实很厉害 最近今天股价很弱 主要原因是在于说 事实上昨天应该说 这两天有一个媒体写了一个 写了一个新闻说 南俊抢了川湖的一个单子 但是我要跟大家澄清 应该没这回事 为什么呢 其实川湖的专利有几个 3204个 你随便乱做个专利 你就侵犯到川湖的专利了 他2021年去告昆山联德侵权 到2023年 其实省的比较慢一点 三省结果 昆山联德是怎么样 败诉了 所以是川湖胜诉的 所以没有那么简单 我们回到这下一张的字卡 我们讲这个川湖的字卡 我们再跟他解释 其实今天大跌 我看今天头信卖了400多张 川湖第三季毛利率多少 百分之58 南俊第三季毛利率多少 百分之19 那南俊已经公布第四季财报了 第四季提升到百分之24 但川湖还没公布 可是这是61是谁估的 是元大所估的 那我们先来讲一下好了 事实上这个应该我们刚讲的 AI伺服器开始所谓的高优素 捣鬼附众增加 ASP增加 代价增加 那这一波其实有一点拉回 是因为元大去估 他的第四季业外汇损有5.7 台币升太多 没有错 台币升很多 而且他股本又很小 不过你不用担心业外汇损的问题 为什么这么讲呢 投资朋友去看台币走势 如果一月份来讲的话 这个5.7至少回转一半回来了 因为台币刚好到12月是这样走的 然后到一月份 大概到这边到一半 到高点跟低点加起来的一半 所以他的业外部分 大概一月份 我们估计至少回转一半以上 然后我们刚讲的 AI比重 他是百分之28 这个是元大所估的 今年元大估 他全年的AI比重 应该会到百分之40 然后我们刚讲的 其实先前元大认为说川湖 没有那么好原因 是他会估说可能B200 B100是采用3DPC 他们认为B200可能要采用益人 结果他们去访查发现 没这个事情 他说B200 2025年B200 还是没有采用益人 所以呢 导轨ASP续征 那这个元大去估2024 2025的EPS 分别是48.27跟54.07 当然目前如果研究机构来讲的话 是元大估最高 可是有些法人估 事实上可能估到超过50块以上 不过就不知道怎么估宝就不晓得 那回到另外这一家 最近的超级标 我叫南俊 我们刚讲的嘛 就据说抢到川湖订单 但是我跟大家讲 你看看就知道这个 这怎么抢得到订单 这开什么玩笑 这不到人家一半的毛利率 然后呢 其实他第四季 去年第四季 不错原因是因为 他第四季呢 他任列了一个这东西叫什么 他2022年跟AWS 做一个专案开发的这个滑轨 然后呢 这个他这个部分呢 其实呢 这一块部分呢 去年第四季 他开始赚钱 把这任列进去了 所以呢 第四季EPS多少 0.2 请大家看清楚 不是20块 是0.2 我没有写错哦 是0.2哦 然后呢 他的AI伺服器占比多少 8%到9% 川湖多少 第三季是 第四季28% 其实你要40% 再比清楚一点 40跟8%到9% 到底是什么比法 这个我不太晓得 没有错啦 第四季毛利率创下五年新高 但是五年新高是多少 24% 我们看一下K线图好了 看一下这个 看一下这个南俊 他最近就是连续几天涨停板 今天其实盘中是涨停板 但是后来有传出来说 根本没有抢单这回事 不过到底有没有抢单 其实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川湖会不会出来做澄清 不过你看 EPS0.2的公司 他忽然从90块涨到147.5 会不会太夸张 我问两个问题 如果南俊 现在有赚的投资朋友在新春开红盘 不但当天是开高还开低 南俊下的操作策略 你会怎么建议 我个人认为应该下车了 因为单季0.2 对不对 今年没有错 今年会比去年赚的多 因为他会开始出这个跟AWS的专案 所以呢 其实今年应该说 今年如果每季都0.2的话 事实上下来再赚一块钱嘛 但是开股价已经涨到多少 147.5元 那我们回到看这个川普的K线图好了 川普其实他的一个 他的这个 他就是在110这边就是开始传出来说 汇损啊 传出来说被抢单的关系 其实老实说 他一千 因为一千元附近 他还是守住的 其实我反而认为 其实川普可以做逢低布局 因为毕竟真正的一个捣鬼 AI的王者 其实在川普身上 不是在南俊身上 OK好 所以川普新春开红盘 如果往下跌的话 应该是可以买了 应该是可以 好这是川普 来接下来散热呢 那散热我们谈过很多次了 实际上散热 我还是非常看 像齐宏部分 我们在之前跟大家讲到 其实齐宏不是只有做3DVC 高盛其实在上个 上上礼拜上礼拜 他们去访查这个齐宏 齐宏说 我们现在已经提供给客户 开始提供艺人方案了 所以你不用担心说 齐宏 如果以后做艺人的话 我就没有单 不会啦 还是有单 对不对 然后呢 这一档叫什么 叫励志 事实上呢 他目前投信持股 两千一百九十六张 齐宏 我去看 齐宏目前投信持股六万多张 所以这齐宏 老实说投信再加码 机会不高 但是会不会加码励志 这我不知道 所以投信可能买满了 可能也买满了 那齐宏我们之前讲到过 他跟英特尔 成立先进散热实验室 然后呢 现在最近的一个消息是说 他的新装先进艺人产线 本季末就到位 所以你大概可以猜测得到 其实第二季 第三 应该说三月份 甚至到第二季开始的话 他营收应该上来机会很高 那这个先进的艺人产线里面 有什么 有随忍板 单向 两向式的进步式 他都有做 所以呢 这个东西应该是十之八九呢 我想出给伺服器 出给AI伺服器 都没什么问题 而且这是公司先前法说讲的 去年大拉特拉的一波 就是因为 他說五年内营收会二到三百亿元 去年营收才多少 八十三亿 我们看一下黑线图好了 事实上今天是投信 应该是投信卖操出来的 今天投信卖操 然后还有外资也卖操 不过我认为也还好 因为刚好面临前高 拉回一下 应该是ok的 他去年前三季 EPS超过七块钱 所以去年可以赚到九块到十块 应该都不意外啦 如果说加上他整个的先进 那是先进易能的产能开出来的话 其实我觉得股价 可能不会只有这样子 ok 相对便宜嘛 你看166这个多少 这426 这426不是贵 我认为是高贵不贵 为什么这么讲 他的伺服器客户是谁 Meta跟美超微 这个我记得在上上星期 跟他讲过 那挥达B100的设计 功耗会上千瓦 不过还是用3DVC 可是我们刚讲的 公版使用3DVC 但是怎么样 如果你去找美超微 或去找微影做的话 你要做静默式的 或是做这个异冷式的话 都有可能 对不对 那重点是他是主要是 美超微供应链之一嘛 所以所以他这部分 其实他他应该说 只要你不是做公版的 你是找美超微做的话 双红就有胆子接了 那除此之外 其实公司老板林玉生董事长讲的 2025年他认为水冷会超越 气冷成为主流 就明年 没有错就明年哦 然后呢 今年伺服器预估要占营收30% 所以看一下K线图好了 其实最近也是股价创新高 但是我认为拉回之后 毕竟他认为易冷这么好的话 其实应该安全一点 可能拉回400元 但是我认为说 当然这里要猜到 他拉回400元 恐怕也是有 想法不容易 因为他的大客户 每超微都涨到天上去了 所以可能我想 可能就是在400元附近的话 我想也是找机会 来做一个承接 了解 好谢谢冠金 请先回座了 所以两大族群 一个做倒轨的川湖 在接下来还有机会往上 散热的荔枝跟双红 在未来都有机会往上 价位以及题材 还有操作策略 提供给你做参考了 好下一段 我们要告诉你 这新春银红盘买什么 上一楼节目 Power 1 只都告诉大家 包括了车用 包括了重电 奥运 还有一些生技族群 都有机会 这会儿Part 2 接下来 林中要告诉你 有一些营收创高股 股价还没有跟上去 怎么用RSI的指标 来讨回公道 休息一下 稍后告诉你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 今天的利多 很可能就成为 明天的利空了 所以怎么样 随时能够掌握最新讯息 重点是做出专业的解读 而且化为精准 在操作上的多空判断 记得按赞 订阅 开启小铃铛 前线百分百 每天带你掌握 全球最新讯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